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一篇的第二章 也就是1020 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的评价 1020和后面的1030实际上是同一单元 都在探讨方案的评价 1020主要是确定性分析 1030主要是不确定性分析 1020这一章内容相对比较丰富 涉及到的指标比较多,计算比较多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整体的知识框架 总体来讲涉及到如下的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效果评价的内容 我们要进行经济效果的评价 那评价的内容有哪些 对于这一部分来讲主要是一些相关的概念 那么第二部分是关于经济效果评价的体系 那对于一个技术方案进行经济效果的评价 那评价到底有哪些方面 盈利能力,存在能力 那么对于这些具体方面的评价来说 又涉及到哪些具体的指标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框架图 那个框架图很重要,非常重要 好了,从第三部分开始呢 就进行具体评价指标的介绍 那么涉及到评价指标 给他们提出要求 要知道它的计算公式 要知道它的经济含义 要知道它的适用范围也有点缺点 好,那么接下来第一个评价指标 投资收益力 第二个评价指标 投资回收期 第三个评价指标 财务净现值 第四个评价指标 财务内部收益力 第五个我们要确定 基准收益力 那么再接下来 最后那是常在能力的分析指标 我们在1020介绍三个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部分它的具体要求 首先在经济效果评价的内容 这一部分呢 刚才说了 主要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涉及到评价的内容 到底有哪些 涉及到评价的方法的分门别类 涉及到评价的程序 涉及到我们具体方案的一个类别 涉及到我们方案的计算器 所以涉及到第一部分呢 它的难度不会太大 那就是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涉及到后面这些评价指标 同学们要静下心 一步一步的往后推进 每一个评价指标都得回答 它的计算思路怎么样 它的作用怎么样 它的优点缺点又怎么样 好,那么具体的内容 我们就不再一一的预复数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张1020它的考证分析 好,本章当然属于我们的重点章节 主要介绍了财务分析的 评价指标决策思路 在知识内容上 指标多 公式多 计算多 需要同学们在理解的具有上 予以掌握 从另一年的考试情况来看 本章的分数也相对比较多 从40点的划分来讲 给他们划分了如下的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 是经济效果评价的内容和体系 第二个 是盈利能力的分析指标 第三个 是常在能力的分析指标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 关于经济效果评价的内容和体系 把一些基础性的内容放在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经济效果评价的内容 下面两端话 同学们要有个印象 好,经济效果评价的内容 一般包括了方案的 一,盈利能力 二,常债能力 三,财务生存能力 所以对于方案的经济效果的评价 这三个方面咱得记住 往下走 经济效果的评价是对技术方案的财务可行性 和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 好,是财务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 为选择技术方案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好,这是经济效果评价的内容 来,看下面这道单项选择题 下面这道题 技术方案经济效果评价的主要内容 是分析论证技术方案的什么 首先要明确 我们对技术方案是进行经济效果的评价 那么既然是对经济效果的评价和技术方面就没关系 所以选项A 什么技术先进性 选项B 什么技术可靠性 那都和经济评价没关系 那么选项C 财务盈利性和抗风险能力 抗风险能力没涉及到 我们主要是财务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选项D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三个方面分别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 对于技术方案进行经济效果的评价 我们涉及到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盈利能力 第二个方面是产战能力 第三个方面是财务生存能力 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 说的是怎么一回事 看下面这个图 好 首先盈利能力 我们评价的是 技术方案整个计算期是否赚钱 当然评价指标很多 这些评价指标 你们先可以不用记 那么分析指标有 内部收益力 财务金显值 资本金 财务内部收益力 静态投资回收期 总投资收益力 和资本金 净利能力 这些都可以衡量盈利能力 那么常债能力呢 评价的是财务主体 评价的不是技术方案 而是财务主体 这两者之间到底什么区别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假公司 现在要投资一个A项目 要投资一个A项目 那么 现在需要资金 那假公司就向银行贷款了200万 好 请问 现在对这个常债能力的分析 我们分析的是A项目 还是假公司 我们分析的是假公司 分析的是这个财务主体 当初是假公司找银行借了200万 这些常债能力呢 它的分析对象 不是技术方案 而是这个财务主体 好了 它的具体的评价指标有哪些 我们就要才介绍了六个 那你说这不是三个吗 先看这三个 后面还有三个 一个是利息被复利 一个是厂债被复利 还有一个是资产负债率 那其他的三个 借款偿还期 受动比例 流动比例 这些指标咱们都得学 有一部分在我们的第一篇学习 有一部分在第二篇学习 好 下面 财务生存能力 财务生存能力的评价 又叫做资金平衡分析 那么 只要分析的是四个字 现金流量 分析技术方案 是否有足够的进 现金流量 维持正常的运营 那么对于有的企业来讲 盈利能力很强啊 那你一看它的利润表 有这个利润确实很多 经营成果不少 但是很有可能这个企业 举步维艰 为啥没钱呢 有些人说 这个盈利能力都很强 利润都很多 还能没钱吗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企业收入比较多 利润等于什么 利润等于收入减去成本费用 对吧 这就等于我们的利润 那么 对于利润来说 它可能很多 那在成本费用不变的情况下 那一定就是收入很多呗 那么收入 那如何有体现收入呢 对于收入来讲 有可能发生了收入 收回来现金 有可能发生了收入 现金没有收回来 比如说 作为一个企业的应收账款 好了 那么应收账款 这没有涉及到现金流量 那如果说 对于这个企业来讲 它的收入 都是由应收账款所产生 就有可能盈利非常强 但是现金却很少 这样的企业 表面看起来很光鲜 但实际上 在进行持续经营的时候 后劲不足 有一天 就活活地被饿死了 没有现金流量 你怎么能够持续地运行下去 所以 对于财务生存能力 我们主要谈认的是 净现金流量 好了 它的考核指标 净现金流量 还有累计的运营资金 看下面的提示一 提示二和提示三 第一个 技术翻了财务生存能力的 基本条件是 有足够的经营 进行现金流量 好 那就是 对一个企业来说 你在正常生产 经营的过程当中 经营活动 所带来的进行现金流量 需要有充足的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经营活动 它是可以持续的 必要条件 在整个运营期 过年累计的运营资金 不应该出现负持 出现负持 说明对这个企业来讲 一段时间累积下来 现金流出 大约的现金流入 这个企业 这个资金逐渐逐渐地 被消耗掉了 提示二 如果出现了负持 你的想办法 那怎么想办法 加大现金流入 找银行去呗 进行短期借款 同时分析 短期借款的时间长短 和数据大小 进一步的拟定 技术翻的财务生存能力 出现负持 咱们要自救 找银行 加大现金流入 进行短期借款 提示三 对于非经营性方案 经济效果评价 应主要分析 技术翻的财务生存能力 好了 这个提示三 接下来 对于非经营性的方案 对于这样的方案 我们不关注它的 常债能力 不关注它的 盈利能力 我们只关注 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所以 非经营性的方案 主要关注的是 财务生存能力 来 看下面的 这道单项选择题 单项题 对于非经营性技术方案 经济效果评价 主要分析 一定方案的什么 好了 刚刚说过 提示三 刚刚说过 分析的是 该技术方案的财务生存能力 选C 这就对了 好了 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问题 关于经济效果 评价的方法 那么涉及到 经济效果评价的方法 下面有一个表 不同的标准 有不同的分门别类 首先 从基本方法的角度来讲 我们涉及到 经济效果的评价方法 有确定性分析 和不确定性分析 刚才曾经说过 确定性分析 那就是1020 啥叫确定性分析啊 我们确定 一系列的指标 然后进行相关 决策参数的一个计算 好了 假设它的现金流量 大小是多少 时间点已经确定 然后呢 计算评价指标 好 这是确定性分析 不确定性分析呢 我们在1030会设计它 主要分为 盈亏平衡分析 还有敏感性分析 好了 对于同一个方案 必须 既要进行确定性分析 还得进行 不确定性分析 两者必须都得做 那如果从 方法的性质来讲呢 分为 定量分析 和定性分析 做好理解 定量分析 根据一系列的 具体数字参数 计算出一个 确定的数字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最终得出 优良中差 像这样的结论就行了 那么我们应该以 定量为主 定性为辅 下面 按照 是否考虑 资金的时间价值 分为 静态分析 和动态分析 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这就是动态分析 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这就是静态分析 当然 我们要 两者结合 以动态为主 以动态为主 按照 是否考虑融资 分为融资显分析 和融资后分析 这个事儿 咱们过一会儿 再具体的语议展开 按照评价的时间 可以分为 事前评价 事中评价 和事后评价 好了 在这儿呢 我们要记住 按照 基本方法来分 按照适逢考虑时间来分 这两个 同学们特别关注 来 看下面的 单向选择题 将技术方案 经济效果 分为静态和动态 那么 它的分类的依据是什么 静态 动态不考虑时间价值 动态 就得考虑时间价值 所以 它们的分类标准 分类的依据 是 是否考虑时间价值 正解答案 选择 先向C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来看一看 对于 融资前分析 和融资后分析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好 看下面这个提示 对于我们 一个具体的技术方案 它的一个分析步骤 先 融资前分析 第二个呢 初步确定融资方案 第三个 再进行融资后分析 这是一个 大概的框架 好了 那么 对于这个框架来讲 到底是如何实施的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项目 需要投资一千万 假设 我和我的小舅子 我们俩 来进行方案的一个投资 方案的一个决策 好了 那么 现在呢 我们俩要进行方案的投资 那要投资一千万 所以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啥 哎呦 这个投的一千万 投进去赚不赚钱呢 赚钱咱就干 不赚钱咱就不干 你别管资金从何而来 先咱们考虑赚不赚钱 哎 赚钱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这个方案可行的 哎 融资前分析 那么 接下来 第二步 那这个方案赚钱了 我和我的小舅子 我们俩说干 咱把这个方案进行投资 好了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钱从何而来呀 钱从何而来 假设 我们俩 总共有六百万 哎呀 这个笑 笑坏了啊 仅仅是举例 真是有六百万 那可就不得了了 假设我们俩 总共有六百万 把这六百万资金 哎 投到这个项目去 那还差四百万呢 干嘛呀 找银行呗 银行 再借款四百万 好了 这就是自有资金六百万 银行借款四百万 这一千万就起火了 那同学们一看 这不就是一个特定的融资方案吗 好了 这是初步确定融资方案 这是第二步啊 第三步 那要进行融资后分析 在这个特定的融资方案下 会涉及到利息的支付 会涉及到本金的归还 是否能够还得了本 是否能够支付得了利息 咱们还得分析啊 所以这就是融资后分析 当然我和我小舅子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 在后面还会逐渐逐渐的说下去 来我们看看融资前分析和融资后分析 它们的具体表述 融资前分析不考虑融资方案的变化影响 那就是这一千万 你别管资金从哪来的 先把这个资金这一千万投进去 赚不赚钱 所以结论就是 主要分析投资方案的总体的获利能力 赚不赚钱那不就获利能力吗 编制技术方案的投资现金流量表 别着急 1040我们就能够见到这张表 好 计算技术方案 财务内部收益率 财务净限制 静态投资回收期 你看一下 对于这三个指标 都是衡量技术方案的盈利能力的指标 那么初步投资决策和融资方案 决策的依据和基础 好 如果说赚钱 获利能力能够达到投资的要求 咱就干 接下来 在特定的融资方案下 定义融资后分析 以融资前分析和初步的融资方案为基础 以第一步第二步的结果为基础 考察技术方案 在拟定融资条件下的 盈利能力 藏债能力 和财务生存能力 所以融资后分析 因为有了特定的融资方案 我们知道要还本要复息 所以还得考虑它的藏债能力 还得考虑这个项目 是否能够持续地走下去 还得看它财务生存能力 判断技术方案 在融资条件下的可行性 好了 这是融资前和融资后分析 继续 好 接着往下走 接着我们看一下 盈利能力的动态分析 包括如下的两个层次 那么哪两个层次呢 我们还是把前面的例子放在这 刚才我们说这一千万 说了 哎呀 这个一千万赚钱了 赚钱 咱们现在进行投资 我和我的小舅子出了六百万 找银行借款 借了四百万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同样要进行盈利能力分析啊 融资后也要进行盈利能力分析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说 融资后进行盈利能力分析 就要包括两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我和我小舅子 总共投了这六百万 那赚不赚钱呢 是吧 哎 这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再往细的说 那么 我投了四百万 那么 我的小舅子投了二百万 那么我们两人之间啊 这个投资比例二比一 四百比上二百 那不二比一吗 但是 我们两人之间 由于关系比较特殊 分配利润的比例 那可是一比一 来问同学们 对于我们俩 盈利能力是不是一样啊 不一样啊 我投到本 但是我分的利润 就和他一样 所以我的小舅子啊 他的一个收益率高 盈利能力强 我的盈利能力比较弱 这是第二个层次 好 继续此呢 来 看下面的表述 下面的表述 技术方案 资本金现金流量分析 这是刚才的六百万 六百万 就算资本金财务内部 收益率指标 考察技术方案 资本金 可以获得的收益水平 在刚才的例子当中 这六百万 就是资本金 投资人自己掏腰包 投出来的 好 下面 投资各方 盈利能力的动态分析 又可以分为这两个层次 往下走 经济分析 主要就算资本金 经历尊利和总投资收益率 别着急 这两个指标后面 我们会有所设计 往下走 看一下经济效果评价的程序 这个呢 简单了解一下 那么涉及到经济效果评价的程序 第一步 要熟悉技术方案的基本情况 第二步 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相关参数 第三步 根据基础的财务数据的资料 编制各基本的财务报表 涉及到我们几张财务报表 先编一编 那么最后呢 进行经济效果的评价 像一二三四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可考性极低 来我们看看下面这个 先进行融资前的盈利分析 那看一下技术方案 本身是否可行 技术方案本身的合理性 如果可行 进一步寻求适当的资金来源 和融资方案 这是进行融资后分析了 好 这是关于它的程序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经济效果 评价的方案 那么评价的方案 我们可以一分为二 分为独立投资方案 和互持投资方案 什么叫做独立投资方案 方案之间互不干涉 在经济上互不相关的技术方案 是否可以接受 取决于技术方案自身的经济性 那么它的一个评价思路 能否达到或者超过 预定的评价标准 或者水平 这是绝对经济效果的检验 那么互持投资方案呢 两个方案或者多个方案 有我没你 有你没我 我们只能优中选优 选最合适的一个 好 所以它的一个评价思路 甭管你用什么样的标准 那么首先第一步 这些方案都要可行 在可行的方案当中 优中选优 选出最好的一个 所以我们要两两比较 既然你要两两比较 这不就是相对经济效果的检验吗 好了 那么 所涉及到的这个表啊 倒是讲完了 再给同学们举个例子 举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例子 比如说一个班级体 班级体里面 三十个小朋友 好了 新的一学期开始了 换了班主任 班主任说 三十个小朋友啊 咱们选一个班长呗 哎呀 同学们都想当官啊 都想当班长 好了 三十位小朋友都到台上去进行演讲 时间太长 所以 对于班主任来讲 就公布了标准 必须要是三好学生 三好学生 这才有资格当班长 好了 这个标准一下发 每个同学都把自己和这个标准相比较 那就是标准啊 每个同学都一样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其他的同学都被淘汰了 下面就有张三 李四 王二马子 哎 这三个人呢 哎 当然 这我是直接举例啊 张三李四王二马子 这三个 三个小朋友 这三个小朋友 他们上个学期是三好学生 好了 同学们想想 张三是三好学生 和李四是三好学生 和王二马子是三好学生 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 自己和标准相比较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 这就是独立方案的逼选 独立方案的逼选 和别的方案没有什么关系 好了 我们的结论就是 这三位小朋友都行 其他的小朋友 哎 一边两块去 好 独立方案 接下来第二步 第二步 班主任老师又发话 哎呀 张三李四王二马子 你们三位小朋友都挺好 上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 你们有资格当班长 但是到底谁来当班长 哎 我们民主集中 先小朋友们投投票 最终班主任来决定 你甭管什么样的程序 做班长只有一个呀 班长只有一个 所以基因此啊 在符合条件的这三个方案当中 我们要优中选优 要两两比较 最终我们要选出唯一的一个 优秀的方案 最终呢 哎 李四通过演讲 通过投票 通过民主集中 战胜了张三和王二马子 恭喜他 他就当上了小班长 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如果你要进行方案决策 要进行方案决策 一般情况下 ABCDE 整个五个方案呗 然后各个部门抽调人出来 商量商量 这五个方案 哪些行 哪些不行 首先枪毙那些不行的 比如说像C方案 C方案一实施 马上就得亏损 直接拉出去枪毙 这不就是第一轮吗 独立方案的逼选 和标准相比较 那么接下来 A B和E方案 这三个方案可行 那再看一下 这三个方案 哪个方案最赚钱 对吧 哪个方案的效果最好 咱们就选那个方案 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在进行方案选择的时候 虽然有前面的程序 但是我们真正在进行选择的时候 独立方案先往前走 这是是否可行 互持方案再往后走 这是否最优秀 往下走 看一个概念 叫做计算期 对于一个项目来讲 从最开始的投资建设 到最终的消亡 所经历的整个时期 我们把它叫做计算期 所以这个计算期 有的时候又叫做寿命期 又叫做寿命期 那么不同的地方 可能有不同的表述 它们的一个含义都一样 计算期寿命期 那么对于这个计算期来讲 我们可以分为两大块 那么第一块 那是它的建设期 给我们想一想 一个方案要实施 先进行资金的投入 盖厂房买设备 加装生产线 对吧 这建设期 厂房盖好了 那杂刀一合 后期要生产产品 对外变卖 我们要向方案要效应 所以后面是运营期 所以一个计算期 它就包含了建设期和运营期 这两个方面 那么对于运营期来讲 又包括了投产期和打产期 假设 厂房盖好了 生产线加装好了 杂刀一合 现在就可以生产 那么假设这个厂房 这个车间 每年卯足干净的干 能够生产 300万件产品 但是刚开始生产 咱们生产不了这么多 那么内部外部的原因 内部呢 我们机器进行一个磨合 外部呢 市场不一定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的第一年 生产了200万件 第二年呢 生产了250万件 直到第三年 我们才卯足干净的枕 第三年 才达到它的设计生产能力 才生产300万件 那这样 我们把前面这两年 开始进行运营 开始进行生产 但是没有达到它的设计生产能力 我们叫做投产期 那么对于从第三年开始 达到了它的设计生产能力 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时期 一简称 那不就是打产期吗 好了 这样呢 就把运营期分为了投产期和打产期 那如果说 同学们跟上我的思路 下面这个表 你就别看了 你看 建设期 说的是资金正式的投入 开始到技术方案建成投产 所需要的一个时间 分明呢 这个投产期 生产的利益尚未完全达到设计的要求 对吧 本来你卯足干净的枕 300万件 结果呢 你只生产了200万件 250万件 投产期 达产期 达到设计预期水平 达产期 看下面的提示 计算期不一定的太长 你比如说进行方案决策 方案决策呢 盖厂房买设备加装设斡线 对这个方案来讲 我们前期要决策 就想一想 它的计算期 到底能够达到多少时期啊 咱们建设有多少年 后面的运营有多少年 这个计算期啊 不易设的太长 一个方案 你设个30年50年 那不太现实 30年50年 满海桑田 到时候变成什么样子 咱都说不准了 所以这个计算期啊 定的太长 越到后面 越不靠谱 没必要 好 计算期较长的计算方案 非得要进行比较的话 我们最好选择相同的计算期 好 看下面的单项选择题 以下关于项目打产期的相关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 选案A 项目的计算期分为建设期和打产期 分为建设期和运营期 选案B 打产期和运营期是同一概念 当然不是同一概念 运营期分为了打产期 这在后 还分为了投产期 这在前 选案C 打产期是指生产运营达到设计预期水平后的时间 对呀 打产期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时间 就叫打产期啊 简称打产期嘛 选案B 打产期是指技术方案投入生产 但生产能力尚未完全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过渡阶段 这不叫打产期 这叫啥 这叫投产期 相关的概念 一字之差 要注意 理清楚 正确答案 选C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六个方面 关于经济效果 评价的指标体系 下面这个图 关于指标的分门别类 必须 务必 一定要搞定 那涉及到经济效果的评价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 分为两块 一块是确定性分析 一块是不确定性分析 确定性分析 1020解决 不确定性分析 1030解决 对于确定性分析来讲 又可以分为 盈利能力的分析 和常在能力的分析 这两方面 那么盈利能力分析 又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 那么静态和动态 是否考虑 资金的时间价值 分为静态和动态 如果是静态的话 不考虑 动态的话 就得考虑 那么静态分析 那也包括了投资收益率 和静态投资回收期 当然对投资收益率来讲 有总投资收益率 还有资本金净利润率 好 动态分析 有财务内部收益率 还有财务金线室 这些指标 我们在后面 都会涉及到 别着急 那下面呢 关于常在能力分析 有六个指标 利息备复利 常债备复利 借款产还期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例和售动比例 我们在第一篇的1020 主要谈及的是 借款产还期 常债备复利 利息备复利 前面这三个指标 我们在1020谈及 后面这三个指标 我们在第二篇 工程财务当中 也涉及到 但是在这儿 你要知道 这些评价指标 都是常在能力分析 六个 大约同学们 常在能力分析 这六个评价指标 是静态还是动态呢 它们全部 都是静态评价指标 它们全部 都不用考虑 资金的时间价值 当然 对不确定性分析来说 前面谈到过 分为 盈亏平衡分析 还有 敏感性分析 好了 这是这个框架图 要记 来 记住了吗 看题目 2020年的 单向选择题 走起 下列 经济效果 评价指标当中 属于常在能力 分析指标的事 简单A 盈亏平衡分析 不确定性分析 速动比例 做 常在能力分析 那速动比例 怎么算 别着急啊 第二篇再说 简单C 总投资收益率 盈利能力分析 静态指标 财务金线时 盈利能力分析 动态评价指标 所以C和D都不对 正确的答案 选择选项B 好 2020年的单选 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 多项选择题 反映技术方案 常在能力的指标 包括哪些 同一个点 前面考单选 后面考多选 借款场完期 没问题 投资回收期 错 这是盈利能力的指标 利息被复利 没问题 常在被复利 没问题 内部收益率 盈利能力的 动态评价指标 正确答案 A C和D 继续 看第三道题目 下列工程经济 评价指标当中 属于盈利能力 动态分析指标的事 两个条件 首先 让你选盈利能力的指标 第二个 让你选动态 想A 财务金线时 没问题 技术盈利能力的评价指标 又是动态评价指标 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投资收益率 盈利能力的评价指标 但是它是静态的 借款偿还期和流动比例 这是常在能力的指标 所以这要提 正确答案 选A 那么前面我们说 可以把这些评价指标 盈利能力的评价指标 分为静态和动态 那么对于静态来讲 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所以就没有什么责限之类的 对它来说 计算简便 但是我们要以动态为主 以静态为辅 那么静态评价指标 在哪些地方可以用呢 第一个 进行粗略评价 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我们大概算一算 粗略的算一算 第二个 对短期投资方案进行评价 为啥 期限比较短 考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影响不算太大 第三个 对逐年收益大致相等的 技术方案进行评价 那么第三个 逐年收益都大致相等 如果说我们把它与折线 那折线 大家都按照同一个折线率 与折线都差不多 所以这三种情况下 我们用静态分析的评价指标 往下走 动态分析指标 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更为客观 对于方案而言 都应该采用 以动态为主 以静态为辅 来 看下面的题目 建设项目的财务评价的时候 可以采用静态评价指标 进行评价的情形 有哪些 好 选案A 评价精度要求高 评价精度要求高 那 你就用动态 选案B 项目年收益大致相等 项目的年收益大致相等 这可以啊 既然你的年收益大致相等 我们往前折 那大家折的都差不多 选案C 项目的寿命期较短 寿命期较短 考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意义不算太大 是吧 总共就那么 几个月的时间 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往前一折 影响不大 无所谓 选案D 项目的现金流量 变动比较大 现金流量变动比较大 这个时候 你用动态 选案E 可以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选案E 可以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那你就用静态评价值标为 所以选案E 也正确 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选择选案B C和E 好了 这是这道多选题 这道题目结束呢 我们的第一个注释点 也就到此结束 请大家看